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3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鼓励民间单位参与同时协助 花联县推广灾害防救的工作 花联县政府23号是在慈祭的晋师堂 办理了为期两天的防灾事培训活动 包括了社区人员、县府局处、各乡镇事工所 灾害防救的工作人员和民间志工团体 学校人员约80多人参与了培训 县长徐真伟亲自主持了开训典礼 同时感谢受训学员无时的奉献 来守护花联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并且鼓励学员们积极地完成这两天的训练课程 顺利地取得防灾事的认证 祝福培训顺利圆满成功 为了鼓励民间单位参与并且协助 花联县推广灾害防救灾工作 花联县政府23号在花联慈祭金斯堂 办理为期两天的防灾培训课程 现在许多人表示 花联县政府从101年到109年之间 结合了水保局第九核专局消防署在全县石阳相争市 推动了56个水灾土石流自主防救灾社区 以及任性社区 未来也会持续在每个具有多重灾害前世系统的村里 推动自主防灾社区 推动工作有赖于在座的各位 防灾伙伴们与我们一起吸收努力 让所有乡亲可以安居乐业 更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打造幸福花联 在第一时间组成以及有纪律有系统的 将我们的社区 让在灾难的第一时间的时候 整合起来 现在网路太发达了 资讯的来源太温暖 而这也是一个 无论是在灾前 防灾事 要对于我们社区深入的 去做主治教官的工作 以及各项灾难别 我们该如何和这个社区 以及我们的乡亲如何因应 基本课程的训练以外 在灾众的时候 更要成为我们的应验中心 和我们的社区 最好一个资讯沟通的一个桥梁 而且这个资讯是来源的 尤其是最正确的事实 最正确的资讯 因为很多的外界的资讯 都是如 虾子模像一样 都是一个小小的片段 但是没有被 确认考证过 没有被 真的是被确定过 所以这些资讯都是片段 所以唯有 在防灾事 在这里在座的时候 是一个中间的桥梁 现在许总会表示 为了因三域以及长岁到紧急救灾 消防局也成立了两支特殊队 也特别前往比利时进行15天的特训 消防局更争取花冬基金补助的经费 将在18高地民益营区 限制兴建花莲县特种收集训练基地 及防救灾教育训练园区 除了利用训练基地 提高消防同仁们战绩 以及强化救灾能量之外 更希望能够借由 防灾教育园区 提升花莲居民的防灾意识 让所有乡亲能够在花莲这处人间净土安居乐业 免受各个灾害的侵状 记得请你放进视频道